誒 有人在上面誒 柱子上面 傳說中的卡柱流嗎 歡迎收看我不喝 難題頻道 這要去玩誰有FIFA 我要活下去 好的 今天要來玩這個 啟宿荒唬之地啊 有玩家留言說 有一個建築物裡面的窗戶可以翻出去啊 然後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哪一棟啊 因為玩家是留言啊 然後我看了 有可能比較有可能是這個吧 這個車屋這裡 因為這邊有一個窗戶喔 然後這窗戶 誒 我開始了 好 測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把它改掉啊 然後這是我玩的第三場吧 台服第三場 好 你們看喔 這邊你在按跳的時候啊 它其實會有個翻窗鍵啊 好像是遊戲BUG吧 可是我不知道是官方把它改掉啊 這裡現在有翻窗鍵 可是它是翻不出去的 所以我不知道玩家留言是不是說 這個地方可以翻出去啊 有玩家說可以翻出去外面以後呢 敵人就打不到了 對 然後不確定是不是這裡 好 歡迎如果知道的話呢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誒 敵人來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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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聽過 哇 完蛋了 快點 翻不出去啊 翻不出去 好 被抓 算了算了 我去抓敵人 好 再來變殭屍對不對 上面有人 我們來分享一下 怎麼破解一些玩家的卡點啊 像有些玩家卡上面 我們被槍打到的話移動變慢嘛 好 我們先死掉沒關係 先死掉後呢 選第三個 投擲哨兵 好 這個投擲哨兵的部分呢 它可以投擲冰凍水油彈 然後就可以拿來打上面的人 我記得中以後 它損兩次血就會死掉了 欸 誰要射我 等一下 OK 這邊有兩隻對不對 好 看好囉 投過去 記得選第三個 這個我覺得最好用 有 死一個 有沒有 這個就好用啊 這就是 克卡點用的 然後上面 下面三個這個應該是我可以復活三次吧 去哪裡 抓 哈哈 這就是破解方式啊 因為很多玩家裡有人跟我說 他們覺得 哨兵比較 比較不吃香啊 上一次影片出來後 欸 有人在上面耶 柱子上面 傳說中的卡柱流嗎 欸 這柱子上面沒問題啊 只要有落地點我都可以投得到 欸 打死我打死我 給他打死 給他打死 他應該是用凝膠架過去的啊 哇塞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家柱子上面耶 我們來破解他的柱子 欸 有人丟 丟冰凍手榴彈 他沒有丟好啦 這樣炸不到啊 要丟他地板才行 來來來 拿鐵膠你們 欸 他怎麼不打我了 他又跳舞 他在跳舞 快點 快點 因為我現在 又不死掉的話 不能夠重置我的 冰凍手榴彈 我們必須要先死掉 現在引誘他打我 欸 有人在打我 水水水 好 死了死了 來 教大家如何破解啊 一顆冰凍手榴彈 欸 右邊有一個耶 算 我們先炸左邊這個好了 這個要丟的準很簡單啊 這邊是有個花圃 好 你們就這邊 站在花圃上面 好 瞄準一下 高低差 欸 有沒有 一發破解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不用再擔心那個人類太強勢啊 基本上只要不要像我剛剛講的 翻牆出去應該都可以打得到啊 好 再來 樓上這一個 他有沒有打死我啊 他打死我的話我應該可以再重置一次 這邊要跳上去應該也是可以吧 他在嘲諷我們 果然是個屁孩 這個就是 看有沒有隊友有那個啦 不用手蛋啦 K下去他就消不出來了啦 他就會乖乖的變殭屍了 只是你們看我的 這場敵人怎樣 這掛機 一堆人在掛機是怎樣 掛機掛起來 所以邊用手蛋你們在丟之前啊 建議是不要被敵人打到的狀況下 你再瞄準再投啊 不要說隨便亂丟 隨便亂丟 你就浪費一顆了 好 我們現在 這邊其實應該可以跳上去啊 因為可以踩人嘛 借我踩一下 借我踩一下 踩上去弄死他 欸 可以 我覺得可以跳上去 應該是可以跳上去 這麼多人可以 可是沒有人要蹲下啊 我蹲我蹲 你們踩 團結最重要啊 然後很多人在解了我吧 所以掛機 一堆人在掛機啊 跳上去跳上去 欸他怎麼不跳啊 欸這些玩家在幹嘛 一個上去啊 可以跳上去啊 不是他們在幹嘛 欸輸了 這個主要是 欸大家不團結啊 不然基本上 那個玩家應該是可以被抓到啊 冰凍手袋 你們記得都選第三隻 投擲是 投擲是最好用的啊 其他隻看你們個人選擇啊 如果你不是殭屍王的話 你選投擲哨兵 他基本上丟出去啊 敵人中兩次 就是傷害 中兩次傷害就直接死掉了 血量300滴嘛 然後200多再加一點點血 他就死掉了 OK 總之呢就分享一下如何破解這些玩家啊 然後他剛剛這跳上去 我看他應該是架血的吧 試一下 啊可惡 哎有在拆我的 都不要上去 都不要上去 欸欸 殭屍王呢 造兵王造兵王 都想要叫殭屍 上屍王 其實 官方應該可以在這遊戲裡面加推小殭屍啊 這樣會比較好玩 燒小殭屍 好啦 總之那個翻牆出去我沒有測出來啊 歡迎 玩家留言哪個位置啊 我再測測看 因為我目前測不到 你們講的那個位置啊 因為我看到了之後貨櫃啊 因為玩家留言沒有講得很清楚 沒有講說 是哪一個 點 我剛剛看的是貨櫃那邊窗戶是有一個翻窗 方窗見的 可是他是翻不出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被改掉了還是怎麼樣 可是可以留言 然後破解這個玩家卡點 然後拿 槍對不對 你就是不要讓他打到你的狀況下 你偷偷摸摸的去丟 冰弄手桌蛋啊 很好解決啦 基本上他來不及跑 而且他會反速嘛 然後他就會直接死掉 想上來是不是 哎 左腳叫 被人家收掉了 好多敵人哦 來啊來啊 沒有一隻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這個模式就玩爽了啊 說實話就是一個玩爽的模式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地圖竟然沒有 新地圖可以玩 來啊那個 這招蠻好用的 這招蠻好用的 那個盾 那個劍太嘛 劍太技能哦 那個盾很強 只要 哨兵王一開 比傷及很多 哎他沒丟準 他沒丟準 這剛才丟兵用什麼袋 我基本上 變殭屍啊 我都會先去自殺一次 因為你基礎殭屍 很弱哦 基礎殭屍 抓人可以 傷害很高 可是 很容易被打死了 在打死後你們記得 選投職 投職哨兵啊 基本上我跟大家講 這個模式 如果你們變成 哨兵以後 每個都選投職哨兵啊 獲勝機率超級無敵高 只是現在很多玩家 才不知道這個攻略哦 所以我這一集呢 就分享給各位啊 你們如果 我很想要贏人類啊 不想要被人類一直定住啊 哎可惡 有沒有 你看他K到我 我血量剩50滴 綜藝發而已哦 然後我會裝阿羅可稍微活一點血啊 雖然不無效補 還可以加速 因為 扛不住兩發 折手袋 然後如果你們變人類以後啊 你們有學到 有想到卡點的話 卡住然後敵人沒有哨兵的話 像剛剛就是 他們不打我 哎譬如他們不打我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 重置我的技能 所以你們剩下兩個人 如果你有卡點卡住了 你也不用殺殭屍了 因為你殺殭屍反而有可人 讓他復活 哦 不要殺投資 投資哨兵 投資哨兵 一直講講殭屍 好 第幾場啊 第三場 最後一場 現在兩場人類贏了哦 我覺得這場的玩家 可能沒有常玩 他在架這個 他這個點 哦來架他看 這邊其實我沒架過 我剛剛看他跳上去 就蠻厲害的 這好像有玩家講 有留言 就說這邊吧 柱子應該這裡吧 他這樣 這樣怎麼跳過去啊 我這樣架應該就可以了 啊 我一片架太低了 應該要架高一點 啊糟了 我一片架太低了 第三片應該架 哎呀 要架高一點才行 我缺一片凝膠 你有裝 有裝那個 瓦哥 哎 少一片凝膠哎 糟了 少一片凝膠 不然應該可以跳上去 這邊我有再架一個凝膠 就很輕鬆上去了 算了算了算 等一下 哨兵要來 我們先走吧 先防守就好 哎 什麼聲音 哎呀 上去了 可惡 他竟然還有第三片凝膠 他剛剛怎麼不先架 他剛好在架一片凝膠 哎 怎麼打不到 這怎麼站在那邊發呆 哎 這是什麼 Lag哦 Lag死掉了 然後就怪怪的 他忽然間 血好像還有就倒下去了 不知道在幹嘛 哎 為什麼有人在瞬移啊 是我網路有問題啊 啊這個是 哨兵才能吃的 這不是我的 我們應該是顯示綠色才能吃 就是如果地圖都有綠色的 其實我發現這個模式很多玩家 都在解任務而已 沒有很專心在玩 掛機的一堆 一堆在掛機啊 總之你們如果要這個模式要贏的話 看人類啦 人類的話就是站點嘛 然後人越多啊 用雙槍還蠻可怕的 雙齒啦 可是要小心是冰冬手榴彈 所以我剛剛講的 所以如果 各位 哨兵呢 都選冰頭手榴彈 我跟你講 人類要贏其實蠻難贏的 因為第一個人類跑 如果被打到的話會緩速 所以說你們就可以把他抓死 就算是 變成戰神以後也是一樣 啊救世主啊 如果一堆人抓救世主 救世主 基本上也是蠻快就死掉了 就是你要一直狂打他 狂打他 救世主如果不反擊一直跑 很快就輸了 所以救世主如果拿鐮刀砍你比較小心 就鐮刀傷害超高 我這場應該是 又在掛機了吧 你看大家都在掛機 這個 這個哨兵不認真啊 不上 不認真上班 每個都在 站在原地有沒有 這個我就隨便玩 應該就贏了 然後這玩家已經跳到柱子上了 跳柱子上其實很簡單啊 你就跟我剛剛講那個 欸他怎麼下來 就是 花圃那個位置 你們記得投植的時候啊 你要投到他的地板 不是投到那個柱子 沒有用 要投到地板 他那個傷害才會出去 就爆破會從他 腳底板出來 好啦 這一場我們人類全部獲勝啦 這個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模式 我現在排不完第三場而已 然後想要測一下 卡點 有玩家說有卡點就是那個穿牆卡點 有沒有看到 歡迎留言 再來就是一招破解啊 希望大家可以成功的戰勝你的敵人 大家上這個模式 要看玩家怎麼玩啦 好的 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 啟示路荒蕪之地啊 一招破解那個卡住流啊 還有一些玩家譬如說在屋頂幹嘛 什麼鬼地方啊 你只要你的 冰弄手的蛋 你可以丟到他的腳底板那個位置 他基本上就很快就沒血了 然後如果 一顆不夠 然後隊友再放 再送一顆過去 他就直接變身成 那個哨兵了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 運用自殺的方法去變成 投擲哨兵 再來就是呢 這支影片分享給各位被 人類欺負的哨兵 希望隊友有幫助啊 後面會再分享其他攻略 如果大家喜歡哪一題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會繼續分享V5的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奶頻道 中文推銷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哪一題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觀看